为了玩弄金圈大小剑 我给她下了一瓶肌肤即可症的药 她果然对我控制不住的 玩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腻了 就去找我姐开解药 我姐惊恐地看着我 要不你去看她脑子 那是骗你的呀 我也惊恐地看着她 可是 柳如烟真的对我欲罢不能啊 她更加惊恐地看着我身后 我缓缓转头 极度惊恐地看到柳如烟斜靠门边 冲我招招手 我脚步沉重地走到她身边 她俯身在我耳边轻声道 腻了 是吧 那我们玩点别的 第二天 我看着脚上的铁链 陷入了沉思 在路上的时候 我紧紧捏着我姐给我的那包药 这是我求她给我配的 我说 有吃了能让女人就离不开我的药吗 我姐很鄙视我 没有 我就天天问她 因为我姐是医学生 直到我看到有个肌肤饥渴症的说法 我告诉我姐 你研究一种药 让对方对我有肌肤饥渴症也行呀 过了段时间 我姐给我一包药粉 说给对方吃了 第一个挨着她肌肤的人 就会起笑 我想要下药的人 是金圈大小姐柳如烟 她这朵高领之花 长了一张勾人心魄的脸 但又居然千里之外 要是能让她主动接近我 离不开我 那岂不是妙哉妙哉 一会儿一定要选个好机会 白药粉下她的饮料了 这次是高中同学聚会 选了个五星级酒店吃饭 我一进门 就有人招呼我 说她那里有空问 我一看 居然是柳如烟旁边 我走了过去 坐下来 我低着头 我好像都能闻到柳如烟身上的味道 我一边小心加菜 一边支着耳朵听柳如烟说话 她的声音很低沉悦耳 她说她没交男朋友 她学的金融专业 还在辅修计算机 我在想 我要不要也选个第二专业 没准能和她一起上课 我瞄了眼在场的所有人 大家都有自己的事 柳如烟好像喝得有点多 吃着脑袋 拿着手机在瞧 感觉她眼神都有点迷你了 我也喝了好几杯 到我时刻警惕我这次来的目标 你可不可 她说还行 她杯子里的白水没了 我立刻把水杯端到我那边的桌子下 然后手抖地把一包药粉倒了进去 我晃了晃水杯 小心把水端到柳如烟跟前 我结结巴巴道 我看你你喝了不少酒 还是喝点水比较好 说着 我更加用力把水对她嘴边 她接过 然后喝了 然后醋了下眉 什么味道 我瞪大眼睛 立刻把手附在她的手上 她也瞪大眼睛看着我 她的脸上立刻就红了 我接触到的手的地方 也全是灼人的温度 你给我喝了什么 我刚想说 没什么 但我刚刚喝了太多酒状态 现在酒劲好像上来了 我感觉好晕 然后整个包厢好像都在旋转 之后的事 我就没印象了 第二天 我醒来时 头痛欲裂 然后我看着陌生的房间 吓了一跳 有人从外面进来 还是个女的 我立刻看自己身上的衣服 还玩好的 我再定睛一看 居然是柳如烟 她看着我有点不自在的感觉 她说 你昨天喝醉了 你还记得吗 我费劲想了想 道 不记得 他们都各自回学校 我怕你回宿舍打扰到室友 就先把你接到我这里来 我娜娜道 谢谢你 我仔细观察她 发现她有点不敢看我 难道要效起了作用 幸好我昨天在晕过去之前 狠狠把手放她手上了 我洗漱完 跟着她去楼下去吃饭 看来我姐的药真是太有效了 要是没效果 她怎么就把我捡回家了呢 原来有同学喝醉 她可是甩手掌柜 一定是她中了药 现在对我欲罢不能 然后恨不得天天都挨着我 所以把我带回来了 等她出来的时候 我立刻低着头 假装在研究餐桌上花纹 她把餐盘递给我的时候 手指贴着我的手 我立刻看了她一眼 她呼吸急促了一下 然后立刻一开了 我们吃完了早餐 她说刚好和我一起去学校 她家离学校很近 我们并排走在路上 她的手总是有意无意碰到我 肯定是肌肤饥渴症 忍不住了 哈哈哈哈 我就等着她来追我 我喜滋滋回了宿舍 果然 中午的时候 她的电话就来了 她问我 能请你吃饭吗 我刚好有个问题 想请教你一下 我心里暗笑 我学的可是历史专业 她能有什么问题 可以请教我的 一定是想追我 然后想的借口 我欣然赴约 据我观察 她好像有点那种症状 我们在校门口会合 然后她家司机开车 她和我坐后排 一直有点坐立不安 手指不住的握紧又放松 要不是了解她 我还以为她嗑药了 我尽量端正做好 这时 有辆车突然插队 害得司机猛踩刹车 我一个不稳 就要往前栽 结果柳如烟立刻抱住我 她抱住的时候 我还听到她深深吸了口气 好像渴了很久的人 终于拿到了解药 而且她抱我超级紧 然后一瞬间后 又立刻放开我 你你没事吧 我红着脸 坐在车子一角 她抱了我之后 感觉正常了很多 再也没那种坐立不安的感觉 然后我们又去吃饭 在清幽雅静的包厢里 她把菜单给我 让我点菜 点完了菜 她把菜单给服务员 然后给我倒茶说 其实是我们学院要搞辩论赛 我觉得你们学历史的人 四变能力肯定不错 就想问问你会怎么看 我只会求神拜佛 还有求我姐给我弄点邪门歪道 不过为了增加和她的共同化 我还是说 是什么变体啊 如果你有超能力 可以让你爱的人爱上你 你要不要使用这项超能力 她看着我 我看了她一眼 然后皱了皱眉 完全没有想法 你就说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会怎么想 先别管辩论了 假如你有这项超能力 你要使用吗 那我肯定不用呀 我说 我是很尊重别人的想法的 没有尊重 还说什么爱呀 她似笑非笑地说 那你要是用了 就不是爱了 除了爱 还有什么人会把这项超能力 用在别人身上呢 啊 我绞尽脑汁想了想 到了 那我用吧 谁开口 我就支持谁 我看辩论都是这样的 我把天聊死了 接下来 她没怎么说话 只是专心吃饭 我也专心吃饭 她带我来这家太好吃了 没吃完的 我还想打包 但我想想 还是算了 她送我回宿舍就走了 第二天 她给我打了个电话 问我在哪里 我说我在宿舍 她让我下去 然后我下去一看 好家伙 她的手都在发动 我一出宿舍大门 她立刻就把我抱住 还是那种紧紧的爆发 然后她还深深吸了一口 我身上的气息 随后 她好像得到成仙了 脸色终于轻松地放开了我 我装出一副 吓坏了的样子 看着她 柳如烟 你是不是病吗 她脸上凝重 我确实是病了 你知道吗 我总是想想触摸你 每次和你接触了之后 我就能恢复正常 但过不了多久 我就会复发 这种时候 我什么都做不了 脑子里全是你肌肤的温度 还有你身上的香气 我去看了医生 医生说我 患了一种病 我得了一种叫 肌肤饥渴症的怪病 而我发现 我只有和你接触 才能缓解我的病情 你愿意帮我吗 我看着她 搅着手指 故作为难道 舅舅是给你抱抱 你能做我男朋友吗 她闭着眼睛 就想亲我 我也闭上了眼睛 我和柳如烟的恋爱关系 有此确定 刚开始 我们只是没课的时候 在学校的各个角落 亲亲我我 当然 都是她主动的 嘿嘿 然后她的病感觉 越来越严重 刚开始接触了一次 可以第一天或者半天 后来几个小时 她就难受得不行 每次被她抱着吸 都感觉被吸血鬼吸血 怪怪的 但我又知道 这都是我自己倒的鬼 过了一个月 她对我说 咱们一会儿看电影 我点点头 害羞地看着地面 手还被她牵着 结果走着走着 我就觉得不对劲 这不是去电影院的路 去我家看 然后我们俩在 她家的影音室看电影 她一直在心不在焉地 看一会儿 然后一直在玩我的手 搞得我也心神荡漾 看完电影出来 天都黑了 她说 要不咱们今晚不回去了 我为难地看着她 她哀求道 我每天晚上 可难受了 她在我耳边轻声道 我保证不会气负你 我轻轻点点头 然后立刻被她抱紧了 柳如烟的怀抱 还是很舒服的 然后我们俩刚开始 很规矩地各自躺视 然后她开始抱着我 然后就嘿嘿嘿 柳如烟这病 也病得太没节制了 我感觉我这头牛 都快累死了 而且 有时候我醒来 总看到她正撑着脑袋 一边挽着我的头发 一边悠悠地看着我 我总是头皮发麻 我们两腻泥歪歪了一个学期 终于迎来了寒假 我松了口气 山珍海味 天天吃也吃不消 而且也太没节制了 我都想去开点中药来补一下 想想比较丢脸 只能罢了 暑假的时候 我爸让我给他领导的女儿 我去熊孩子的书房 结果熊孩子意外地好看 他带着一枚黑色耳钉 他一边转着品 一边从转椅上转过来 正对着我 我感觉我又怦然心动了 和第一次见柳如烟的感觉一样 他和柳如烟是两种不同的类型 他叫沈幼楚 我面红耳吃地给他讲题 他一直转着品 对我道 老师 你女朋友给你留的痕迹太重了 我立刻捂住自己的脖子 他哈哈大笑起来 道 你还真有女朋友啊 我才发现被他爽了 寒假的时候 柳如烟出国了 他说医生给他开了一支病情的药 我们俩每天就是聊微信 道我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沈幼楚 然后我又开始春心荡漾了 我开始每天盼着他来 又忍不住唤醒 要是和他在一起 肯定很不错 开学前 我去我姐实验室找他 我戚戚爱爱地说 姐 你上次不是给了我那个 那个肌肤即可症的药吗 你再给我一包新的药吧 之前那个腻了 我要换换口味了 嘿嘿 我姐惊恐地看着我 要不你去看看吗 那是骗你的呀 那只是一包白糖啊 我也惊恐地看着她 可是 柳如烟真的对我欲罢不能啊 柳如烟是谁 我姐惊道 别告诉我 是学校里传的那个柳如烟 这时只能问 我骗你做什么 我姐则更加惊恐地看着我身后 我缓缓转头 极度惊恐地看到柳如烟正斜靠在门边 冲我招招手 她不是在国外吗 等等 我姐说那个肌肤即可症的药是假的 那她之前那个样子 难道也是假的 她什么时候知道的 还将计就计 我脚步沉重地走到她身边 她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感觉身上一沉 她俯身在我耳边轻声道 腻了 是吧 那我们玩点别的 我不敢说话 因为她的样子有点可怕 柳如烟对我姐打了个招呼 然后当着她的面 牵着我的手走了 回去的路上 我犹豫地说 刚刚都是误会 你听我解释 回了她家里 顿时感觉这屋子有点阴森火 不过 柳如烟脾气一直很好 就算我真的做错了什么 她不满意了 应该也不会为难我 再说了 我们可是高中同学 我们同学可是很团结 大家关系都很好 想通了这一点 我顿时放心了一点 又鼓起勇气看了她一眼 她也正目光沉沉地盯着我看 我立刻闭气锋芒 垂头不语 她闲实地坐在沙发上 对我道 行 你现在解释吧 解释什么 她等笑了一声 突然站了起来 捏着我的下巴 迫使我抬头看她 我吓了一跳 她笑了 对我道 既然如此 先吃饭吧 对我道 先吃你 说着 就把我拖进了卧室 她是真的把我往死里弄了 而且 感觉她的动作里 还带着点恨音 怎么办 爱意消散得这么快 我感觉自己浑身都要散架了 她终于起身 拍了拍我的脸 对我道 起来 跟我出去 我往被子里钻的力气都没了 只能有气无力道 先睡了 结果她没理我 她拉着我进了一栋别墅室 我立刻被吓醒了 里面 好多人 而且还有几个经常上新闻的人 我的瞌睡立刻醒了 我还看到了个熟悉的人 沈幼楚 她正坐在沙发上 打游戏 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她随意抬眼 也惊恶地看着我 柳如烟紧紧牵着我的手 叫了个老头爷爷 然后对大家道 这是我男朋友 纪博唱 我们是高中同学 现在也独一所大学 他们家的人都和善地和我打招呼 然后她一个一个给我介绍 叫我跟着她喊 我没办法 总不能现在甩开她的手吧 只能硬着头皮叫人 她妈妈还拉着我 给我见面礼 我不肯收 她非要塞给我 我觉得别扭极了 到沈幼楚的时候 柳如烟对我道 这是我表妹 沈幼楚冷冰冰地看着她 她还微笑地拍拍沈幼楚的肩膀 这就是我和你说的 你弟姐夫 沈幼楚看向我 似笑非笑道 老师 我一直听你说 你和你女朋友关系不好 等她回来 你就要分手了 柳如烟握在我腰上的手一紧 我立刻觉得痛 她闻言 转头很感兴趣地问我 你还有这个打算吗 我感觉我的脸一定有点苍白 我结结巴巴道 没没有 是吗 两个疑问的声音响起 我感觉自己离死不远了 好在开饭的声音响起 怎么办 我一顿饭都吃得既紧张又焦虑 饭桌上的人 都是柳如烟爷爷的两个女儿 及家人一个男儿及家人 柳如烟他大伯只生了一个男儿 就是他堂姐 他堂姐现在还在国外读书 柳如烟他姑姑 就是沈幼楚他妈只生了他一个 吃饭的氛围很好 沈幼楚被重点关注 因为他要高考 老爷子还问了他现在成绩的事 他妈妈说了他成绩的事 然后他就看着我道 外公 纪博唱还是我的家庭老师呢 您说巧不巧 老爷子看着我 眼里很慈祥 道 那不错 沈幼楚他就是有点坐不住 我听说你教他 他倒是能老实学习 沈幼楚道 是啊 我觉得纪博唱教得特别好 我最后一学期 可以继续请他做我的补课老师吗 我头皮发麻 偷偷看了眼柳如烟 柳如烟冷冷道 当然不行 随即他又笑了起来 还摸摸我的头 这傻子 说是要装外快给我买生日礼物呢 我哪里舍得他做那么辛苦 又没什么收获的事 是吧 纪博唱 说完 他又问我 沈幼楚他妈道 柳如烟 你妹妹他坐不住 现在又是关键时期 要不你们就 柳如烟道 姑姑 他考在岔 靠我们家的关系 还读不了吗 您担心什么 沈幼楚向老爷子撒娇 外公 姐姐又欺负我 老爷子笑着道 你们小孩的事 自己解决 沈幼楚道 那既然是纪博唱给我补课 那让他自己决定吧 你总不能给他做主吧 柳如烟给我加了一筷子菜 施意我说话 在今晚死和以后死之间 我选择了以后死 所以 我说 但是大一第二学期 我很忙 柳如烟捏了捏我的后脚 把手搭在我的椅背上 对沈幼楚道 看吧 沈幼楚嘲讽地扯了扯嘴角 盼着我的目光也冷冰冰的 幸好我还没对他做什么 不需要对他负责 席间 大家又谈起了别的事 我闷头吃饭 吃了饭 柳如烟说我带我上门 参观他的房间 结果一到他的房间 他关了门 就开始问我 腻了 我还记得 他的门没锁 还想分手 我只能艰难道 没有没有 我脾气太好了 是吧 他凶猛又残暴 我感觉我迟早会死 我只能抱着他 好像在溺水之前 抓住了一根浮沫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真的对不起 只能讨好地去吻他的眼睛 吻他的睫毛 吻他的鼻和唇 当晚我下去的时候 腿都在打颤 柳如烟还故意拉我去和沈幼楚打招呼 沈幼楚 我和你姐夫先走了 沈幼楚看我一眼 吃笑一声 姐 你看姐夫害怕你的那个样子 趁早分了吧 现在又不是封建社会 以后我们结婚 一定第一个通知你 回去的路上 看他沉着脸 我就害怕 一个平时不怎么生气的人 突然生气起来 真的很恐怖 第二天 我醒来时 天已经大亮了 我刚想下床 结果脚上就传来哗哗声 我一看 我的脚踝上 缠着锁链 而锁链上 还裹着一层绒布 他什么意思呀 我们只是谈恋爱 就算我道德上 确实有点不完美 但我没做违法犯罪的事 他现在这样 完全就是违法犯罪了 洗漱完 我感觉我完了 我可能遇到变态了 等我出来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坐在阳台边 面前还摆着两份饭 我慢吞吞过去 在他对面坐下 昨夜下了雨 现在天晴了 清新的空气中 还夹杂着青草的芳香 他把一块三明治 放我面前的餐盘 我喝了口牛奶 咬了一口 问 你什么意思 你要把我关起来 当然不是 他笑看着我 多情的桃花眼微微眯起 你不是腻了吗 咱们现在玩点新花样 我战战兢兢道 柳如烟 你放了我 我们还是还是分手吧 他冷笑一声 起身 到我跟前 捏着我的下巴 迫使我抬头看他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你觉得 我是你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狗 是吧 你大人大量 别和我一般见识 宝贝 可是我不想分啊 说完 他端着餐盘就想走 我忙问他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给沈又出补课的事了 他出去的身体一顿 声音还是很好听 这就要感谢我的好妹妹了 迫不及待就和我分享 他家教老师的照片 你说 我亲爱的男朋友 为什么要骗我 对了 他还告诉了我 你们之间的相处细节 亲手做的蛋糕 靠近的脸红和心跳加速 还有你每天都要换的香水味 当然 还有你每次渲染欲气地 说你的女朋友 根本不爱你 你要分手了 纪博唱 你真的很棒 完了 他肯定觉得 我给他戴了绿帽 但我什么都没做了 没一会儿 他又进来了 手里还拿着个狗圈 我往角落里躲 他轻易就抓到了我 我抗拒他把狗圈戴我脖子上 柳如烟 你干嘛呀 你放开我 结果我的双手被他反剪住 还是被他戴了一个狗圈 戴完了 他欣赏了一会儿 笑着对我说 以后 私底下 我是你的主人 你是我的狗 他漫不经心地玩着我的头发 只是和你玩个游戏而已 很刺激的 宝贝 你一定会喜欢的 他一边亲我的耳朵 一边低声道 我有个海岛别墅 那里的地下室 工具更齐全 为你的将来准备着了 我打了个寒战 想不想试试 我感觉我被掌控在他的手心里 不能翻出去 最后 只能道 只要我听话 按你的要求做 你就会放了我 他笑了 一边作乱 一边问 放了你 放你去哪里 去找我妹妹 我面色很红 心脏跳得很快 我想让他停下 但只能咬紧牙齿 我不能被你关着锁着 你是我的狗 不被关着锁着 还想怎么样 我盯着他 转开眼 不说话了 但傻 他才大发慈悲 当然不会一直关着你 但你要听话 要是还有第二次 我可没那么好说话 我赶紧点点头 他拉着我起来 对我道 走吧 咱们去秘密基地玩玩 他说的秘密基地 是别墅下面的地下室 地下室里灯光骤然点亮 无数的气局 他抵在我身后 环抱住我的腰 亲了亲我的波梗 我的眼睛被他蒙上 我想按住他的手 他的声音好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你该叫我什么 主主 我们身后的门 被轰然关上 新学期开学 我依旧上学 我和柳如烟 依旧是大家眼中的一对情侣 我们参加高中同学聚会 他带我参加他的大学同学聚会 带我参加他发小的聚会 我们走在阳光里 我依旧是他身边 那个内向腼腆的男朋友 他开了的公司 除了上课 他也会去他的公司 而我 除了上课时间 其他时间 基本他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大家都艳羡地说我们感情深的 只有我知道 每次回去 他就会一边问我 一边问 你该叫我什么 他要我带他见我的家人 我爸妈非常震惊 但双方的会面依旧很成功 在我爸妈和姐姐眼里 柳如烟是个好学生 能力出众 温文尔雅 而我 因为太过内向 家境和他差了十万八千 确实是我高攀了 大一暑假的时候 他天天在公司上班 我也跟着在他公司上班 他还给了我补分 他对我也是大方 反正他那个别墅里 各种名牌的衣服包包鞋子 应有尽有 但我又不是图他这个 有天我正在聚精会神工作时 一个阴影把我笼罩了起来 我一惊 抬头一看 居然是好久没见的沈幼楚 他冲我歪头一笑 还是那个浪荡不羁的样子 老师 你把我删除了 我赶紧看看身后的办公室 柳如烟已经停下了工作 漆黑的毛子正看着我们 我咽了咽口水 转头对沈幼楚道 你来干什么 快走吧 他在我耳边说 老师 你怕什么 搞得我们像偷情一样 说完 他吹了声口哨 进屋去了 我感觉背后惊起一身冷汗 没一会儿 沈幼楚就出来了 柳如烟带他出来 给他安排了一个最角落的位置 让他坐那里 他经过我身边时候 对我道 纪伯畅 你进来一下 好的 我进去前 沈幼楚还在一直盯着我看 柳如烟一把降门关了 把百叶窗关上 我打了个寒战 每次他这样 都没什么好事 一个小时候 他终于放开了我 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 他揽着我的手 和我一起出去吃饭 结果一开门 就看到沈幼楚站在门外 看到我们 就说 写 纪伯畅 一起去吃饭吧 柳如烟道 好啊 吃饭的时候 他们两全程在聊天 我低着头吃饭 好在一切都很正常 中午我卫生间时 突然被人一把 拉进了消防通道 我的尖叫声被人捂住了 我一看 居然是沈幼楚 他叙了一声 你想让他看见 我忙摇摇头 他笑了下 你怎么不理我了 你不是喜欢我吗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 这么明显吗 我不是藏得挺好的 但我还是摇头 我没有啊 我想推开他 他死死压制着我的身体 我正脱不开 撒谎 你那时说想分手 就是和我姐分手吧 怎么 他做了什么 让你又乖乖在他身边了 我这次真慌了 忙到 没有 没有 他什么都没做 我们就是感情很好 他怀疑地看着我 你怎么这么怕他 他打你了 还是威胁你家人了 没有没有 他怎么会做这种事 我们真的是因为感情好 哈哈 真的 不骗你 我不信 你明显就是很怕他 哪个男朋友 会一直看女朋友脸色行事 你之前虽然内想 但自己的小算盘可不少 我正正地看着他 没想到 他这么了解我 要是和他在一起 肯定不会有 现在这种生活了 我又不是天生的人 虽然每次柳如烟都控制着 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这也太疯了 老师 我带你逃跑吧 跟不跟我走 怎么可能跑得掉 我黯然道 我还要读书 我家人也在这里 而且 而且 他也不是对我不好 我吸吸鼻子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以后你别和我说话了 他会很生气的 他果然是个变态 说着 他拉着我 对我道 走 我带你去找我舅舅舅 他们会帮你 我看着他修长的手指 对我有不可磨灭的吸引 但我还没迈出脚 就听到一个清冷的声音响起 你们 是要去哪里 我立刻正开了沈幼楚的手 忙看柳如烟的脸色 他真是我的紧箍咒 他对我伸出手 道 过来 我赶紧握住他的手 他看了眼沈幼楚 拉着我走了 我本来以为这件事 柳如烟一定会弄死我 但他什么都没说 公司的游戏上市后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因为他给了我不少股份 是他的股份领拿出来了 所以我也很快付了一把 开学以后 他就更忙了 时间过得很快 大三的时候 柳如烟的游戏公司 已经做得颇有名气 他又去了证券公司工作 真不知道他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这次他终于不再带着我了 我准备考研 然后还要继续读博 而且 不用每天和他待在一起 我感觉 自由了很多 被考 沈幼楚经常来勾我 但我深知 只要不想离开京市 去和他四处漂泊 那我最好还是老实点 所以只能冷着脸说 我根本不喜欢他 我姐也研究不出来 让人失忆的药 我通过了本校的保言 柳如烟说要给我庆祝一下 我以为他的庆祝是吃顿饭 送我礼物 但我到现场的时候 到处繁花四季 还有我爸妈和姐姐 还有他的家人 我们的同学朋友 然后他单膝下跪 拿出了钻戒 纪博昌 你愿意嫁给我吗 入坠 沈幼楚正在人群中 冷冷地看着我们 他面色不再是之前的吊锅铛 只有阴沉 我赶紧收回视线 柳如烟还在含笑看着我 周围人一直在鼓掌 含笑看着我们 我们俩好像一直是模范情侣来着 高中在一起的人里 只有我们俩还没分手 又是初恋 可是 我想起他的地下室 想起那些道具 想起他在我们交缠时 逼着我说只爱他一个人 说我要是敢背叛他 他就带着我一起去死 或者把我关起来 弄死我 我打了个寒战 我呆呆看着他 还没说出话来 他就已经把戒指 带进了我左手的钟指 周围想起了更热烈的整声 他起身 抬起我的下巴 在问我之前 他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对我说 你以为你能拒绝 熟悉的具有强烈侵略性的气息传来 我只能抓紧了他 翻外 柳如燕连说话 都怕吓到了纪博长 他绝对是班里说话最少 最内向的男生 不过因为他长得好看 大家也不会忽视了他 他发现他喜欢他 是在好几次发现他偷看他以后 没想到 他也喜欢他 他心里挺高兴 他想 要是他来追他 那他就答应 他虽然不爱说话 但脸上总是挂着笑 高考结束之后 他也没等来他的任何信息 他让好友隔三差五组织聚会 总要给他点机会 结果 他不是直接表白 而是下药 看着他害羞害怕激动的 都快流出眼泪的眼睛 他只能一狠心 喝了下去 什么东西 甜的 难道白糖水能解酒 结果他直接醉倒了 他抱着他回了他家 刚放床上 他又醒了 和清醒状态下的那项害羞不同 醉久的纪博长看到他 贪称大胆 他轻挑地拍拍他的脸 笑嘻嘻道 加个微信 他继续给他擦脸 他一边躲 一边看着他 长长地呕了一声 这不是才给你吃了 肌肤饥渴症的药吗 现在就离不开我了 他擦脸的手一顿 他已经捧着脸 傻呵呵笑了起来 你马上就要天天都忍不住 想要和我肌肤相亲了 嘿嘿 到时候我就假装同意 被你追到手了 谁能想到 这是我让我姐姐 给我配的药吗 有个医学生姐姐真好啊 说着 他躺倒在床上 大发善心道 你现在没追我了 不过 你是不是已经受不了了 他把他扔床上 他又爬了起来 冲着虚空跪下 求佛祖保佑 让柳如烟吃了我的药 就对我爱的药生要死 他气笑了 然后 他心满意足地钻进被窝里 呼呼大睡 慈白的小脸上 还挂着点笑意 他半跪在旁边 看了半傻 轻轻吻了下他的红唇 柳如烟去查了 茶肌肤即可症 开始装真的中药了 他每次都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直到他们俩在一起了 他想 这还真是挺好的 什么都可以推到那个上面去 他平时是一副 斯文好涵养的样子 但其实那里有暴虐因子存在 他也喜欢追求刺激 但他再过 也不敢像记败常提出来 怕吓到他 他虽然做了件好像出格的事 但怎么看 都像是开玩笑的 他只能在两人的合理范围 对他掠夺 在他掩掩一息的时候 推脱他的肌肤饥渴症越来越严重 果然 他每次都醒 还会有点淡淡的愧疚 总是会乖乖地抱着他 还说 我没关系的 真的 他要去国外一段时间 他像小狗一般 对他依依不舍 看着他的心都要化了 男朋友香香软软 打电话的声音都很温柔乖巧 他以为他们在热恋中呢 表妹沈幼楚告诉他 姐 我有了喜欢的男孩子 他发信息过去 哪个丑八怪 然后沈幼楚发来一张照片 是他撑着下巴 正望着虚空发呆 他一惊 怎么是他 沈幼楚的电话打了过来 姐 我觉得他也喜欢我 他忙镇定了心事 你太自恋了 不会以为 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吧 沈幼楚开始证明 祭百常识真的喜欢他 他说 他总是盯着我看 我每次来他家补课 他都给我准备好吃的 我要靠他近一点 他就会领 有次我们的手碰到一起了 他就咬着唇 害羞地看我一眼 简直就是欲句还赢 柳如烟打断他 他有女朋友吗 沈幼楚论了一下 倒 有 不过他说了 他已经不喜欢他女朋友 等开学后 就会当面和他说分手 柳如烟感觉胸腔有股怒火 正在往脑门上窜 烧得他要爆炸了 他的手都在抖 不过我现在肯定不能弹 我想等大雪了 再和他表白 他做了个程序 骗他下载 然后监控了他的手机 他提前回国 那间地下室 他想 应该用起来了才对 他就是太仁慈了 结果 更大的惊喜等着他 他对他姐姐说 姐 你上次不是给了我那个 那个肌肤即可症的药吗 你把姐要配出来呗 你再给我一包新的药吧 之前那个腻了 我要换换口味了 嘿嘿 还是那个轻柔的声音 说出来的话 却令人万箭穿心 是啊 该玩点心花样了 他们在大四的时候结婚 同学朋友纷纷感慨 说柳如烟这样的 都英年早婚 大家虽然不说 但都看得出来 是祭百尝高攀了 有些酸的人 还会想 他平时不动声色 没想到把大小姐给弄到手